阔别WNBA两年后,中国女篮国家队中锋韩旭再次征战WNBA 在北京时间5月12号举行的首秀赛上,韩旭代表纽约自由人队替补登场 在9分06秒的上场时间内,他拿到10分疑似助攻,其中得分全队最高 如此高下的表现,对韩旭来说堪称完美 完成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发挥,然后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尽头就是我投进了一个三分 其实当队友传给我球的时候,我即将要出手那一瞬间 我听到我右边好像还有人在喊我,就是他好像也空了,也可以投 但是我就是觉得当时我也没有想太多,我直接就出手了 然后也进了,所以下来我总结就是不要犹豫 就是还是要相信自己 时间拉回至2019年4月,作为中国女篮主力中锋的韩旭 首次入选WNBA加盟纽约自由人 但那一赛季的他常常面临无求可打的窘境,一度丧失信心 挫折是人生必须要经历的 然后这些挫折都会化作我成长的轨迹 就是他能够帮助我去成长 如果我不经历这些挫折的话 我就永远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 然后我怎么去提高 我觉得改变的是我的心态吧 就是挫折也让我的心态变得更好的 这次重返WNBA,韩旭再努力改变 WNBA比赛的速度、对抗性比国内水平要高 为跟上节奏 韩旭除了每天都会随队进行力量 技战术训练外还会加了一小时 他的努力在首修赛上赢得收获 再次来到WNBA赛场 然后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加的果断了吧 也稍微心里包括技战术上都有所成熟 我觉得我去学习战术的速度也比以前快了 韩旭说前辈杨明在NBA赛场 创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郑海霞入选2021年国际蓝联名人堂 还有从雪地等等 他们都是榜样 激励着自己努力成为更好的球员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我知道来到纽约 其实来到WNBA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但是我就是想看看 我在WNBA这种最高的舞台上 我是一个什么位置 然后我想通过这次的锻炼 包括未来以后的成长 我想看看我的篮球生涯 我可以成为什么样的球员 我想成为最好的 韩旭说 他会打好每一场比赛 练好每一堂训练课 学习国外篮球发展优势 回国后再传递给国内队友 帮助中国女男提高